盘点八位拍过风月片的女港星 每一个都花蓉月貌赛过西石 千娇百妹的背后 命运却如此凄惨 第八位 翁红 翁红是1989年的港姐冠军 颜值和身材都是极品 但是自己的父母都是在清华大学工作的 属于知识分子家庭 所以大家都不赞同翁红的想法 但不顾家人反对的翁红 在拿到港姐冠军后 便直接进入了娱乐圈 虽然拍了几部电视剧 但是一直难有发展 这是翁红才发现 娱乐圈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 成名真的太难了 如果按部就班 什么时候才能出人头地呢 于是年仅25岁的翁红 接拍了难艳监制的风月片 挡不住的风情 于是开始了自己的风月片生涯 其后在接下来的几年 翁红陆陆续续拍了不少的风月片 但这些给他带来瞬间流量的同时 也对正常的发展有了很大的影响 导致长时间翁红没有常规戏可拍 与此同时 翁红的父母极力反对 自己还在做这种事 还差点断绝了关系 不过天无决人之路 当翁红的想法改变了之后 虽然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骨气 但好在各大导演 已开始邀请翁红拍戏了 翁红也凭借自己在戏里的努力 塑造了不少经典的角色 比如春光灿烂猪八戒里的猫妖妙妙 大唐双龙传里的鹰魁派掌门人 朱玉岩 在这些角色的帮持下 翁红的人气持续上涨 到现在为止 仍然活跃在娱乐圈 但是无奈当初意识足成千古恨 风月片还是成了翁红人生中的一大污点 第一位 叶玉清 叶玉清也是港姐出身 参加了第一届亚洲小姐选美活动 夺得季军 之后正式踏入演艺圈 叶玉清同样也是为了迅速成名 刚开始为周刊拍下露点封面 引起了港圈轰动 其后直接拍了情不自禁等三部风月片 瞬间 叶玉清成了当时最红的演型 并且当时他的哥哥叶志明是开唱片公司的 叶玉清便利用这个机会成功转型 成了歌影两星女星 之后接连拍摄了《红玫瑰》等不少经典作品 并经常和张曼玉 梁家辉等大牌影星合作 此时的叶玉清 已经完全脱离漏点行列 但在身处巅峰期的29岁叶玉清 直接和富商胡兆明闪婚 便从此退出了娱乐圈 这一行为让好多人觉得可惜 但行动见真知 叶玉清夫妻俩 在短短几年之内成功投资身价暴涨 甚至还买了四架私人飞机 豪气十足 叶玉清现在生活幸福美满 完全看不出这是一位曾经拍摄过风月片的业性 叶子妹 叶子妹虽然和叶玉清同姓叶 但命运却和叶玉清完全不同 叶子妹从小生长在普通香港人的家庭 为了帮助父母减轻压力 中学毕业后 叶子妹就决定踏入社会 几经辗转 最终在叶子妹19岁的时候 凭借自己的漂亮脸庞和傲人的身子进入了演艺圈 两年后便出演了自己首部电影 奸人本色 无奈反响平平 最终在蔡兰的发觉下 叶子妹主演自己第一部情色片 聊斋宴谈 票房直接上千万 看到甜头的叶子妹 又在自己25岁研制巅峰期 出演了古装风月片 玉谱团支 偷情宝剑 一下子创造了港产风月片的票房记录 人红是非多 外界有人说 叶子妹的胸不是真的 一气之下 叶子妹还特意为自己的胸买了200万的保险 但次年 叶子妹便爱上了一个离婚还带娃的衣裳 为了爱情退圈了 但两人一直没有领证结婚 也没有生育子女 其后在18年时 男朋友不幸离世 叶子妹到现在还是单身 过着低调平淡的生活 身为吴嘉丽 在风月片中的第一位 吴嘉丽敢说第二 就没人敢说第一 因为她是第一位凭借风月片 夺得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的港星 吴嘉丽出道很早 因为极其有女人味 所以只能扮演一些风尘女子 当不了女主角的吴嘉丽 便大胆的另辟蹊径 向外界放出风声 可以拍大尺度的戏 瞬间便接到了许多导演的邀请 在自己30岁的时候 拍了第一部风月片 狼心如铁 一举拿下了金马影后 成名之后的吴嘉丽开始转型 事业也逐渐回到了正轨 陆续拍摄了一些知名的影视作品 可以说吴嘉丽拍过的常规电影得奖无数 但自己仍然只能在其中饰演配角 直到现在 我们还可以在一些影片中看到吴嘉丽的身影 也可以说是 第三位 温碧霞 说起温碧霞 我们的第一印象应该是风神榜中的打击 但温碧霞也是成名于风月片 温碧霞小时候家里贫困 兄弟姐妹八个 自己又是最小的那一个 差点被自己的母亲卖掉 从小要强的温碧霞 在自己15岁的时候 就开始了拍电影 由于长相极好 被导演黎大伟发掘 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 亮妹仔 正式进入了演艺圈 但温碧霞在圈中也算是几经波折 在自己17岁的时候 跟刘德华 和拍了爱情电影《停不了的爱》 大胆的表演让温碧霞在演艺圈展露头角 但拍完之后便又回去读书了 四集准备转型 但三年后 又接拍了一部大尺度的电影 《惊变》 这让温碧霞备受外接压力 又一次选择了退圈 不过幸运的是 温碧霞遇到了自己的丈夫和祖光 两人结婚后 温碧霞逐渐淡出了演艺圈 虽然没有自己的孩子 但两人领养了一个男孩 如今一家三口也是幸福美乃 那些80后的美好回忆 八个千娇百妹的女港星 命运落得如此凄惨 第二位 麦佳琪 模特出身的麦佳琪 因为在别人的忽悠下 拍了一些大尺度的写真 最后香港小姐选美比赛中 遗憾止步无强 本来可以让自己更加璀璨 最后却是稀碎 可以说是港姐中最憋屈的一个 失败后的麦佳琪 直接出演了自己第一部的风月片 野性任务 之后又陆续接拍不少此类电影 比如《西乡宴谈》 《聊斋》等 但是从冲动中反映过来的麦佳琪 想要开始转型 但是被风月片蚕食太深的麦佳琪 最后只能以失败告终 于是在演艺圈混不下去的麦佳琪 在结婚之后便退出了演艺圈 其后生下两儿一女 过起了平淡幸福的生活 第一位 舒琪 舒琪算是转型非常成功的风月女星 在自己的不懈努力下 终于把脱掉的衣服一件件穿起来了 舒琪出生在台湾省 二十岁的时候 来到香港发展 随后被王晶看中 出演了《玉谱团之玉女心经》 正是凭借这部作品 舒琪知名度才得以在短时间内暴涨 随后导演们都向她伸出了橄榄枝 舒琪自然也是欣然接受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舒琪陆续出演了《红灯区》 《色情男女》等 演艺之路可谓是一帆风顺 但在别人看来 风月女星转型异常艰难 但对于舒琪来说 也是顺风顺水 舒琪很快就摆脱了风月片的影响 人气也是水涨船高 同时大奖也是拿到手软 终于在自己二十二岁左右彻底转型 其次舒琪还在拍戏时认识了冯德伦 两人在16年领证结婚 直到现在 两人感情依旧坚如磐石 堪称圈内的模范夫妻 在当时那个香港演艺圈的环境中 风月片的市场需求 让不少美丽动人的女星 走上了令自己后悔一辈子的路 虽然都有短暂的收获 但对未来却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 希望当下乃至未来 都不会出现像风月片这种时代的产物 希望接下来的各路演员 不管是在荧幕上 还是在现实生活中 都可以为我们奉献出更多的好戏